手机有这个放大器功能,也就有设定过了 按那个画面,按萤幕三下,它会放大 哦,你看,你看,你看 要萤幕录影,萤幕截取 要看对位置以后再按 你看,放大以后自然是很大 如果用相机拉近来拍,它会被模糊 要用放大器功了 你看,放大以后自然是很清楚 然后如果要再互援,再按三下,联系按三下 现在画面看到了很多,都是叫做贴片电容 贴片电容,贴布的贴一片两片的片 贴片电容也是要用焊洗焊接 颜色越深了,容量越大 颜色越嵌了,容量越小 放大以后好像萤幕录影的程式没有办法用 没有办法操作那个萤幕录影 我现在再试一次看看 你看,萤幕录影的那个按钮 没有办法按呢 按一下画面,那个箭头不见了 那这个时候要用手机内建的截图 手机内建的截图 怎么操作呢 三只手指头 十指、中指、无名指 在那个画面上 垂直的哦 垂直的方向 在画面上 跑掉了 自动跑掉了 这个也是有设定了 当那个手机方向变化的时候 影像就要变化 这个也是有设定过 现在拿着不要变化 再试一次看看 按三下 用一根手指头就好 按三下 放大 然后你看 那个萤幕录影程式的操作按钮不见了 那就用手机内建的截图 截图的操作方法 三根手指头 十指、中指、无名指 在画面上左右 哎,长的 长条那个方向划三下 没有没有 三 三指向下滑就可以 哎 不对 没有办法 应该是短方向 短方向 三指向下滑 哎 是没有办法的 哎 是没有办法 看影片的时候 没有办法呢 没有办法解起图片呢 嗯 说三指 在萤幕上下滑 哎,滑几次了也没有 哎,滑几次了也没有 截图啊 哦,原来 你这样移动也可以 找到那个 萤幕录影的 控制图了 哦,原来要这样做 有一个新发现了 把它复原 三根手指头滑一下 操作看看 复原 按三下 现在要操作啊 三根手指头在萤幕画面 滑三下 哎 左右长了 长的方向了 滑三下失败 没有截图 哎,横的 现在横的 现在短了 短距离的滑 哎,有啦 短距离的滑 终于滑出来了 你看,有看到截图了 截图就是这样操作 再滑一次 短方向的滑 然后 现在垂直方向滑 不过要先 影像先变化 垂直方向滑 垂直方向滑三下 哎,没有了 有了有了 嗯,不容易 有了有了 啊,直的很大